注意看,这个女孩一条眉,整条街道就开始对折,不仅不会受到重力影响,还可以在上面行走,过个马路,分分钟造作人形天桥,只要念头一动,四周立刻爆炸,场面极其壮观。 你以为这是一场魔术吗?这其实是在梦里,女孩是个助梦师,顾名思义,只要她想,那么这里的一切就会立刻改变。 这是一个能够掌控梦境的世界,只要通过训练,就可以进入别人的梦境,在梦里所有隐私都会一览无遇。 这天,小李子和她的助理,正在给日本人推销,他们能通过训练,保证能够不受到梦者入侵,但是日本人却不为所动,她早就看穿了一切,小李子他们才是到梦者,现在,他们就身处梦境里。 而到梦者在梦里的一切行为,就是为了取得自己的信任,从而获取商业机密,眼见事情败露,小李子撒腿就跑。 梦境在这时也开始坍塌,好不容易摆脱了追捕,却看到滔天洪水打破窗户涌了过来,原来是队友为了叫醒她,把她推入浴缸。 醒来后双方坐着开始交谈,小李子情绪越发地激动,一言不合又动起了手,被打倒在地的日本人却不怒反省。 原来是自家的羊毛地毯,在此时却变成了狄伦材质,这便让她意识到这里还是梦中事件,任务彻底失败了,小李子一行人率先醒来,收拾东西就开溜了,他们为了躲避追捕, 打算趁着天刚亮坐直升机逃跑,不曾想日本人已经在飞机上了,他很欣赏小李子的才华,想要让他帮忙,随后开出了令他无法拒绝的条件。 原来小李子受通缉抓捕,一直无法回家,极其思念家中的儿女,为此他开始组建团队,他找到了他的岳父寻求帮助,岳父被说服了,在下课的时候叫住了一个学生。 他正是影片开头的祝梦师小爱,他负责建造梦里的城市,随后在一个港口城市,能在梦里易容的毒药哥,毒药哥带他们找到了胡子哥,他调配的药剂,能够确保沉稳入睡。 至此,小李子的团队集结完毕,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,终于等来了机会。 他们的目标西装哥,会乘坐飞机回洛杉矶,飞机上他们有十个小时的时间,他们只要包下整个头等舱,便不会有人打扰到他们了。 而这次他们的目的,不是为了获取商业机密,是打算从根源上,瓦解一个商业帝国,他们会怎么做呢? 你从未见过这样的蝴蝶效应。 街上的雨水泼进了车窗,下一秒,玻璃外的立马倾盆大雨,这边只是一个急转弯,下一刻,水杯也受到了惯性的影响。 这就是梦里的蝴蝶效应,有这么这一群人,简称到梦者,他们的目的,便是进入西装男的梦境,在潜意识里引导他解散公司,不断加固这个想法。 这样当他醒过来后,他就会凭借意识去做事了。 小李子率领这道梦小队,在飞机上控制住西装男后,开始进入了第一层梦境,却不曾想西装男受过专业训练。 只要有人入侵就会有保镖团反抗,很快他们就遭到了反击。 日本人身受重伤,为了尽快完成任务,毒药哥便化身成西装男的叔叔,上演一出苦肉计。 当众人离开的时候,他告诉西装男,他的父亲另外留了一份遗嘱,并且在小李子的引导下,留下了一串数字。 随后将西装男带入第二层梦境。 原来人一共有五层梦境,每深入一层梦境,大脑思维就会越活跃,时间流速就会变慢。 在第二层梦境里,小李子见走偏锋,主动告诉了西装哥,此时他正身处梦中,而自己是虚拟人物。 出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,在解决掉两个尾随而来的黑衣人后,西装哥为此也是深信不疑。 通过第一层梦境里的数字引导,他们来到一个房间,看到房间里面藏有控制梦境的设备。 而后竟是叔叔进来了,至此西装男恍然大悟,以为在第一层梦境里,是叔叔绑架了他。 顺便演了一出戏,为的就是顺利拿到家产。 这时候的小李子趁热打铁,提出主动进入叔叔的梦境,挖掘叔叔的秘密。 天真的西装男十分的配合,他们顺利进入了第三层梦境。 这是个冰雪矮矮的事件。 西装男的秘密,在雪山上的别墅里,于是一群人在雪地里,开启了追逐打斗。 他们突破重重障碍,在即将打开大门的时候,却被小李子意识里的妻子阻挠了。 原来自从妻子死后,成为了小李子的执念。 只要她在梦里,妻子都会出来干预。 她一枪击毙了西装男,而第三层的人也开始了反扑。 现在只有进入第四层梦境,才能救回西装男。 可是小李子十分明白,那个妻子正在那里等着她。 她该如何抉择呢? 这个女人疯了,在结婚纪念日的晚上,跑到窗户边要自杀,还要让丈夫跟她一起,留下遗嘱给律师。 信的内容是丈夫如何威胁自己,随后跳下高楼,巨大的痛苦向男人袭来。 更痛苦的是还在后面,成为通缉犯的她。 来不及跟年幼的子女道别,转身飞往一国他乡逃命去了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? 让妻子如此丧心病狂。 原来是她曾深入梦境,在里面生活太长时间了,导致分不清现实和梦境,回到现实后却一直摆脱不了,觉得还是身处梦境里面,所以才会选择自我解脱。 而这一切,却是小李子间接造成的。 当初她早就意识到妻子,沉迷在梦境世界里,为了让妻子早点意识到,这一切都不是现实,便在她记忆深处直梦。 却也因为这样一个念头,一直困扰着妻子,最终造成惨剧的发生。 第四层的梦境里,小李子执念幻化出的妻子在等着她,随后双方坐下来交谈,意见达不到统一后,妻子拿起刀刺向小李子,却被后面的小爱一枪解决。 最终妻子倒在了她的怀里,梦境开始崩塌,小爱带走了西装男,而之前重伤的日本人,去了第五层梦境。 小李子毅然决然地前往第五层,在第五层的世界里,人们会深陷谜团忘记一切。 小李子见到了年老的日本人,两个人在彼此回忆过程中记起了一切,最终顺利回到了现实,任务总算圆满结束。 小李子也回到了家,抱起了思念多时的子女,而那没辨别梦境现实的陀螺,却在桌上持续地转着,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这部豆瓣评分高达9.4的高分,在播出12年后,仍未居悬一类榜首,不难看出导演在细节处理上。 十分细腻,层层递进,从影片一开始火车上,小李子那句讨厌坐火车,到妻子第一次说出。 第一层梦境突然出现的火车,跳楼前妻子的念叨,以及最后真相,这个线索一直贯穿全文。 除此以外,小李子手上的婚戒,也是导演埋下的线索。 当进入梦境的时候,手上就会出现婚戒,在现实世界里,手上却是空荡荡的。 这也是很多影迷认为,小李子最后回归了现实世界,本部影片我最喜欢的点,是这部影片传递的一个价值。 生活本就会有不顺心如意,会感受到世界的恶意,甚至会想要逃离。 当时生活跟梦境一样,梦境的深处并不是伊甸园,而是创造力,去用心创造生活。 那么生活也会很美梦版,如期而至。 当然了,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,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